各位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东方圣人 那这一集我叫为各位观众朋友们的讲解 他就是在说 为什么说这个世界上世俗上呢 有很多的人都不去这个学习实践了 不是其实有一个重点的话 我大家也知道说就是说我在这个学校 就是说大家也知道说我东方圣人 有在这个学校 现在还是有在这个上课还没有毕业 就快要毕业这样子 那我们学校就有上一个叫什么 哲学课这样子 那我们学校有这个哲学课呢 那这个时候班上同学 大部分同学都在这个睡觉这样子 那老师也说 那这个东西还蛮无聊这样子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说这些哲学理论的这些东西 很容易都能够理解 这些哲学理论很快很容易就能够理解 那为什么说这个世界上世俗上呢 有很多的人都无法理解呢 他们还要去学那些比较难的一些东西 像什么数学啊 数学还要背公式啊 还要算数啊 还要计算啊 国文啊 还要去背那么多单字啊 英文啊什么东西 那这些东西不是更复杂吗 那人连这些东西都可以 这个日常生活中都能够学习 都能够背得起来 为什么说哲学这么简单 哲学也没有要叫你背什么东西 它就是几个东西啊 你理解就好了 那为什么很多人呢 就是这么简单 也没有多少东西哦 那就无法理解 然后还宁可去背那些世俗啊 很多那个乱七八糟 这就背不完的东西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我自己我就来跟大家讲 我自己就说 我就说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啊 就说喜欢这个沉迷在世俗五欲里面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去这个修行啊 因为我们有在修行的话 就叫远离世俗五欲哦 为什么 因为世俗五欲哦 有科学家用这个机器哦 去这个证明说 因为人的这个大脑 如果说你一直接触啊 如果说远离世俗五欲的话 那你的大脑的这个前额叶 它就会退化 大家如果不相信的话 自己去搜寻啊 去查前额叶这样子 每个人都有这个前额叶 那有的人呢 就举例来讲话 就有的人哦 喜欢玩手机啊 喜欢打电动啊 喜欢喝酒啊 抽烟啊 那这些人都会 都会损害我们人的一个 一个这个前额叶 你的前额叶可能天生 这个时候身体生下来 没有什么问题哦 但是就因为你这样呢 就是上瘾啊 大家也知道说 中毒会上瘾 我说很多人也是一样 陈毕在世俗五欲里面 你的头脑 你的心哦 一直被那些东西所刺激 所刺激 那你的大脑就一直被刺激 那现在呢 叫你冷静下来 你就没法冷静哦 叫你思考 你也没法思考 这时候你当然就 对那些哲学的东西没有兴趣啊 因为你的这个大脑 就已经被控制嘛 你就一直想要说 我想要很兴奋哦 让我的心哦 让我的头脑 很兴奋的那些东西 你就想要这个兴奋哦 那那个人家叫你打坐 你想要打坐好无聊 我当然想要睡觉 叫做哲学的东西哦 好难理解 我不想理解 那其实都很好理解这样子 那很多人就说 东方之人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呢 这个每个人啊 如果说前而夜退化的话 那个人不就失智症吗 那我都没有错 只是说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哦 都是有的有失智啊 只是说你们 你们没有发现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们啊 每个人哦 就好像像那个尸体 像那个行尸走漏一样 每个人都这样子哦 我叫你们去学一些哲学的东西 但没有人 就很少人能够这个学起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在于说 你们有一般生活 你们当然可以正常的生活啊 因为你们正常的生活的话 就是说你们只是有智能哦 我说这个智能跟智慧是不一样的 智能是代表说呢 你会有基本的反应动作嘛 就像是这个生理反应啊 或者是什么生命反应啊 什么的就是本能啊 就是很多人都通过本能生活 那你说什么上课读书啊 有没有动脑袋 上课读书哦 其实是没有这个动脑袋的 你只把那些公式 把那些理论背下来而已啊 你又不是自己创造 又不是自己发明 你也没有去理解啊 你就只是背下来 背下来不需要理解这个动作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人呢 他们都是用他们的一个本能呢 去这个生活这样子 跟动物没有什么两样 那只是说人跟动物有差别啊 就是说人有智能嘛 但智能不等于智慧啊 我们修行实践 这才是真的能够理解 理解哲学 这才是真的有所智慧啊 那一般人呢 只是有所智能啊 你不信的话你就测试啊 你跟一个人呢 讲解有关这个哲学的东西 他马上就睡着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对他来讲的话 这等于是对牛弹琴啊 所以我才说 我才告诉各位观众朋友们 就是在说 我们一定要这个修行实践走正道 那你修行实践走正道 真相就会出现在你面前了 否则呢 我在怎么跟你们讲 也是对你的谈情一样 说不要让自己变成这个动物 我们要去除掉我们的一个本能 所以我不是叫你们说 不要不要不要是动物 因为人也是动物出来 但是我们有所修行 我们有修行就有智慧 有智慧的话 才能够真正去理解那个真相 要理解真相的话 才能够正德胜果 那这就讲到这边了 那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待续大拜拜